香港每年的七一都有声势浩大的游行 争取自由权利以及表达民间诉求 今年亲共的建制派宣布 将在七一当天下午举行嘉年华活动 又发动进千家商店以低价招揽客户 还举办以国际巨星做噱头吸引年轻人的音乐会 试图让香港人不要参加七一大游行 跟往年不同 今年建制派将在七月一日当天举行多项活动 包括在我身后的金钟天马舰公园举行嘉年华会 临近七一驻港解放军不断演习恐吓港人 亲共的建制派又大傻金钱营造气氛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孔令瑜 相信其目的是针对七一大游行 意图减少出席人数 不过他相信港人不会受骗 建制派做这些的举动 一方面显得他们很愚昧 另一方面其实他们也都是 在踐踏香港人的尊严 还有企图用钱 逼使香港人出卖我们的良心 我觉得这些的做法 其实是叫做无所不容其极 他又分析今次中共背后撑腰 大搞活动打压七一游行的原因 孔令瑜强调建制派的举动将造成反效果 刺激更多人上街反梁阵阴 他们实在太太小香港人 太过侮辱香港人的智慧 而太过轻易地以为这样就可以踐踏我们的尊严 甚至以为用钱就可以将我们卖起 我相信会更加多的市民 是会看得清楚政府想做的是什么 以去上街 民阵日前已经收到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 相信市民当日会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